欢迎收听陛下关,今天是陛下关的第35期,大家好,我是叶边 大家好,我是古村,大家好,我是曲霞 陛下关是一档讨论艺术史话题的播客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bhia关.com 推荐大家使用泛永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陛下关是IPN播客网络期下的节目 关于播客客户端的推荐请访问ipn.li-faq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关的会员,每月5美元 支持我们将陛下关贯彻到底 进入更深更远的历史现场 直面古物真迹,体味于古人神接的异趣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请访问 bhia关.com-member 我们再接着上期继续讨论波士顿美术馆 可能波士顿美术馆可以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可能时间都有点不太够用 因为下面谈到的一个人就是息息相关 也和当然波士顿美术馆的息息相关 但是我顺便插一句 我们今天其实虽然聊的是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收藏 但是我想说的是波士顿美术馆的日本收藏 可以说是日本以外全世界最好的 都不是说是独步了 就是说完全是 就是日本人都是恨恨不已的这么一个collection 他有几代的东亚部的主人都是直接 要么在日本 要么就干脆就是日本人 有两代日本人 有两代日本人 费能罗莎还是在日本又源源这么深 所以其实也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所以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正在做木雕的一些小研究 我那次为什么放弃了伊萨贝拉去到波士顿美术馆 我就去看日本那些木雕了 哎呀真是看得两眼放光 这些天平时代的这些木雕 其实算起来都是我们唐代中期 都不是晚期了 唐代中期的这些木雕 居然到了这个水平 所以真是看日本都没有那么好的水平的 有些木雕的存世 所以看的实在是惊心动挫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插插过一句 就是这些东西看了 我觉得那个现在国内 比如在大家在热炒那个日本那个提呼寺的那些东西 提呼寺 那我当然我觉得我看了提呼寺 我也有点费解 对啊这个好像跟这个大家如果有幸到美国的这个 就波尔顿美术馆 还有这个还有其他几个就有日本收藏比较好的 去看一下的 我觉得提呼寺的东西 所以在那质量就不是那么看的 这个就插播一下 那接着就是我觉得引出两个日本人吧 一个就是港仓决三跟一个富田姓次郎 因为我觉得富田姓次郎我们可以不用怎么聊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 虽然他在波尔顿美术馆干了五十多年 五十几年 对但是毕竟他在学术上和对这个以后的影响 还是毕竟不是那么大 但是港仓决三这个人是实在绕不开 这港仓决三的这个人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他其实和费纳罗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他是费纳罗莎的名义上应该是学生 但是他们两个人呢是一师一友 年纪呢大概差不多十岁 就是这港仓决三很有意思 他是从小是被 就是当时早期到日本的这个传教士教育大 长大的 所以他从小就讲一口流利的 对 所以他好几岁就开始学英语了 就是跟传教士 他的英语就和母语很类似 就是非常的流畅流利 然后他十五岁的时候就被日本政府选 就十五岁啊 就选入了东京帝国大学 就投入到了费纳罗莎的门下 当然费纳罗莎二十来岁 然后港仓天心十五岁 所以他们当时就有结了这么一层的这个师生关系 然后费纳罗莎后来在日本到了这个1880年代 他办那个东京美术学校 办那个博物馆的时候 港仓决三都是作为费纳罗莎的助手 是积极参与了 而且后来港仓决三就直接担任了 东京美术学校的第二任校长 所以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这么一个人 对 我忍不住还要再八卦一下 因为刚才那个学校你提到 这个费纳罗莎不是因为婚变还是怎么样 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然后被开除了 那个港仓决三也有类似的事件 他好像后来去这个博书的美术馆 就是因为他也是现在在国内被开除了 他在就是第一国博物馆 而且他是有更加确凿的这个事情 他是把他的上司的老婆给睡了 是这样 那在日本来说那简直不道的事情 因为我看了一个日本人写的东西 因为是日文写的 写的非常含蓄 当时因为我日本也不是那么好 我大概只能开除60%的意思 就是写的很含蓄很含蓄 而且说他卷入了很深的一个什么政治斗争 或者whatever 然后好像生活上也有些问题 反正后来就在日本待不下去了 就去了美国 但是他的这个门声很多 所以当时他离职的时候 他的那个手下的教师十几个全都集体辞职 就跟随他跑了 OK 这个港汤决三在日本做了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其实跟就是跟博士顿美术馆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是对在日本这个整理国库的一个过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们去做那个日本古舍寺的考察 而且好像菲诺罗萨也参与了 是吧 就是他们当时在 当时他还是 对对对 中期的时候做的这个事情 对 其实他当时就是作为菲诺罗萨的助手做的这个事情 是以菲诺罗萨为主的是吗 对的对的 就是他们文部审 那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做这个绘画的调查 美术调查和这个是一起的 是一回事 但是港舱天三 港舱决三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他不光在日本做调查 他还到了印度到了中国 对对 然后他还去欧洲了好像 就是因为当时菲诺罗萨就带着他 就是要等于是带他见见世面 让他能够中西都有一个很深的认识 这样对美术的理解就会可能更靠谱吧 对 然后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最近去看那个 韩国国立博物馆 它里面会反复提到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这就是各国的这种民族主义 微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吧 他们反复的提到 就是日本的这个 法龙寺的梦店 梦店里面的一个最著名 就是日本的国宝第一号 就是梦店里面的那个百计观音 那个就是港舱决三 在做这个古摄氏调查的时候 强行拿着政府的手令 打开了梦店 就是百计观音是不允许 那个拿出来看的 就是说如果你把它 它是包在一个什么布里面 好像 包在保险的那么好 对 如果就说如果你拿出来 打开的话 就会遭天谴 还不怎么样 就是僧人是极力反对的 但是就是港舱决三 拿着政府的手令 就强行打开 然后才让他那个 就是公诸一世吧 然后公诸一世之后呢 因为这个日本人 其实不太愿意提 包括港舱决三 自己都经常会 就是有点心态上比较微妙 他就觉得因为 他从风格上来说 是很明显的 就是他们认为是 就名字也叫百计观音 就是日本的这个早期的造像 其实是从二手 朝鲜半岛 对朝鲜半岛 辗转过来流传过来的 就是这个当年的这种 就是可能北朝风格吧 他也是天平时代的 还是是更早 飞鸟时代的 飞鸟时代的造像 对600多年 是是是 然后那我在韩国的时候看 就是博物馆里面 就会反复提到这件事 因为韩国就觉得 哎你看我这个更早 我还有我这儿的东西 都怎么知道 就是反复提到 日本人那些 都是从我们这儿过去的 因为很可能就是韩国匠人 就是不是韩国匠人 就是百计那边的匠人 他们就在日本做的 就有可能是这个 有可能是日本 在日本做的 对有可能就是从百计带过去的 对都有可能 所以港舱绝三这个人 其实还挺colorful的 他大家想啊 他是一个这么受 传统西方教育出来的 就是不叫传统西方 就是说典型的西方教育出来的 从小是英语教育的 然后又学了那么多的 现代化的这种西方的 现代的这种 这种人文的知识 但是谁知道 港舱绝三 他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精髓啊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东方化的人 他是强调这个 以后就是他自己所谓的宣传这个泛亚主义 就是Pan Asia这个这个这个思想 这个这个出名的 而且他的核心的一个思想 就是认为他认为亚洲的思想和文化 其实是比西方人的那个是superior的 是高的 他认为是好的 所以日本不能丢掉这些东西 日本还是要坚持这个亚洲的这个这个这个精髓 这其实是和当时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整个社会思潮是各个不入的 所以这是港舱绝三的一个 他有点就是就是回到传统嘛 对跟明治维新是方向相反 对 他那个他其实他强调的 就像你刚才说 他亚洲是一体的 但这个思想后来就被日本军国主义就利用了 对啊 所以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他这个他这个人的所有的著作 都不是拿日文写的 全是拿英文写的 我我我手里还有一本 他写的一本其实不大的一本小书 叫做Ideals of the East 就是讲这个这个西方人的 就是东方这个文化 他里头就我翻了一下 就其实很很容易读 他里头就在讲这个亚洲的这个文化的 superiority 就是这有多好多好 他认为中国人是讲究这个这个儒学的 儒学就讲究的是什么 是一种这个这种这种这种团体的集体的这种这种主义 他说印度也好 印度的他中国是入室的这么一种集体主义 而印度呢是讲讲究出世的一种个人主义 他认为这个完美结合就是亚洲思想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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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髓 他认为比比西方的就就好 认为这样可以得到一种平衡 又有入室又有出世的 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一种观点 他是非常有意思这么的人 后来港舱决战在日本名声确起到 就是刚才叶边说的就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 日本一下子把他妈的老毛子给打败了 一下子这个港舱决战的这个思想就一下子被炒起来了 所以就给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后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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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e了 他还强调就是说这个说因为他们到中国也旅行嘛 就中国那个走了一大圈 然后他觉得哎我操这个中国各地其实差别挺大的 他说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在中国无中国 是 对然后这个那日本人更高兴 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这个什么大东亚国荣圈 其实可能想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吧 就是首先亚洲一体 其次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中国 对不是这样 因为他这个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很隐身的 因为就跟那个那时候中国他日本人有这样的思想 觉得什么呢 觉得就说中华和华夏 那那个满洲人能入主中华当你们中国人的皇帝 那日本人也可以这样做 就是他还有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思维逻辑在里面 就是说中华那时候再说他就总于是亚洲正统文化的一个一个概念 并不是一个地域或一个人民族的一个概念 在好多人的这个思想中 他觉得这个中华只要谁能够引领这个好像这个这个亚东亚的这个 他就可以是这个并不一定是必须是你这些 对 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里面 在里面 就像是亚洲的一个圣地或者文明的中心一样 对 所以其实你看对 其实你看那个国内出了一套三联海什么出了一套日本人游华的这个 这个就是在中国旅游的一些那个游记 我翻了一些 那时候那个好多中日本人都到中国来来来旅游 完了那个就按照史书上什么孔子的遗迹什么孟子什么 就就按这些来来完了每个地方写 写这个是中国人附会的那个是什么什么的 很有意思一个现象挺多 他们那些在到中国游历的这些日本人大部分都穿的是西装 就是都穿的是那个西式的这种礼服什么的 以示跟中国人区别 但他们来中国呢 他们就觉得来来寻找这个亚洲文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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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溯源吧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种风气在日本挺有意思 就是一直是这样他们希望把这个对 但是这个祖孙你注意到没有啊 就是他们当然他们看到这个汉唐遗迹还是很 发自内心的是激动的 但是对当时的旅行的这种现状 对清朝的当时当时当 基本上集中在188几年189几年这种情况吧 对是非常鄙夷的 觉得中国已经是太落后 所以他们他们心态比较复杂可能 对一方面觉得这是一个很很神圣的这个文明的象征 另外一方面看到现状 我记得那个港商角参我看过他写的 就是他的有一个演讲稿 就他从那个中国旅行一大圈回来以后 他就他他就讲他一开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从北京出发的 然后呢坐着坐着那种 当然可能就是这种马车旅车之类的 就很慢嘛 然后路也很差 他从北京一出来呢他就兴奋的不得了 他就觉得遍地都是古艺 他觉得这个地方就没有一件事情是新的 全是可能一千年以来都是这样子 他觉得他看到的可能就是唐代的中国 然后他也不觉得很慢 他也不觉得路上那个走得很慢 然后景色很单调 他也完全不觉得就头短天的时候 就很高兴每天就属于那种兴奋的情怀里面 然后走到他都是走古都嘛 从北京出发他就去洛阳西安 然后那个再往他又去成都 就走到洛阳之后他就 我靠他一下一刻就失望失望坏了 因为他想象中洛阳应该是那样的 应该跟他们赖娘赖娘或者什么京都那样的 对结果他什么也没看到 然后就疯了就然后就开始失望 然后到西安以后 西安比洛阳社会好一点 但是我操什么也没有了 然后他为什么要去成都呢 他觉得因为中原战乱 可能很多东西都破坏掉了 他觉得成都可能因为比较偏远 所以又有数到相隔 然后应该还有很多东西保存下来 结果到了成都一看 我操更啥也没有 没想到他们没有把张献忠那一段给读好 对他后来也就又分析 就说张献忠什么的也乱过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就挺失望的 然后他还有一个感受 就是说他觉得其实挺 因为他之前听说中国很不安全 他很担心什么的 带了好多保镖什么的 军队还保护 他发现其实没有那么不安全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太他妈脏了 说哪都脏得一塌糊涂 就特别的污秽 然后没有铝设 没有就是那种日本明治危险以后 那种好的旅馆都没有 他说了一个细节就是关于铝设的 我都没有意识到就是他说旅社里 那个时候的旅社是没有 没有铺盖的 对没有铺盖的 对没有铺盖的 要自带铺盖的 对对对 是的 好多日本人都提到这事 包括梁思成那时候去山西 到30年代了还自带铺盖去 去那什么的 对梁思成也写过 对对就非常艰苦的那个 对不带 包括钱钟书也写过 对对都不带铺盖的 但是刚才叶铭说的港长天 这条路太经典了 因为以后很多人 其实都是按照他这条路走的 是是是 然后他们就是回来 从长江 在长江顺流而下到上海 对对对都是这样走 讲到这个就可以插播一个 就是港长天 到了西安以后的行为了 不这个还要怎么说呢 就是说港长天 是这一次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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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他自己的学术考察 他带着他的这个一个学生 叫早期耿吉这个人 他是1895年 就是刚刚甲午战争结束以后 他走了这么一大圈 这是他的一个一个考察 以后呢 就是他在日本 不是待不下去了吗 他到了美国 然后1904年 他入职了波罗顿美术馆 然后到了1910年 他就担任了这个 这个东亚部的主任了 就是这么个情况 后来他当时 港长决算这些人很有意思 其实我们还能插不上 其实他对中国的这个道教 特别特别感兴趣 他很多时候 他都穿着一身道袍 这是他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就在1906年的时候又来了中国 这次他可就是身边揣着美元来的 他就是担负着为了波罗顿美术馆收藏中国文物的这么一个job 这么一个任务到中国来的 所以也是走了几大古都 尤其在洛阳和西安收获很多 对所以这里面就说 引出就是波罗顿美术馆藏的这个 就是中国的这个塑像的这个渊流了 就是很有名的 我觉得就说 讲到的就是七宝台的这批东西 对吧 西安现在还存在的那个宝庆寺塔 宝庆寺塔 对对 现在因为剩下的都香塔上去了 原来就是 就是他们去看的时候 当时就是因为在西安的南门 就现在的西安城的南门的那个里边 有个宝庆寺 我们现在去看还能看到那个宝庆寺的那个砖塔 这砖塔是清代做的 然后呢 可以看到砖塔四周不都有一些堪吗 然后有一些唐代的石刻这个镶在这塔上 有点遗憾的是什么呢 就是只有这塔上这些石刻 我们还保留在中国 当时宝庆寺还有一个大殿 这大殿的寺壁啊 都镶满了唐代的石刻 这批石刻就都给日本人 可以说就是都给港昌决三 当时1906年这次西安的知行 给他买走了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是其实是长安那个光宅寺是吧 是武洲时候的那个 一些浮雕 对这应该就是说 他应该说是代表了这个圣唐时代 就是武洲时代嘛 那时候这个就是长安的这个佛教造像的一个 应该说应该是最高水平的一批东西 对是的 是这个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现在统计这个七宝台时刻 就是我们想到这七宝台 就是刚才叶边说的光宅寺 当时建了一个七宝台 但是这个台具体是什么样子 这个各有说法 但怎么反正就是一个多层的这么一个 估计是一个四塔四楼阁的这么一个一个台吧 然后四周相满了这个浮雕 这浮雕呢一般是有三种 一种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十一面观音的一个立像 就是这个战力的像 另外一个呢是三尊像浮雕 就是一佛二弟子三尊像 还有一个是一佛这个四个邪式的五尊像 五尊像有一件 三尊像有十九件 十一面观音像是有七件 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宝庆寺的这个东西 然后现在除了在我们在那个西安的这个宝庆寺塔上的这个浮雕以外 其他的都已经到了这个日本 大概就是港舱角三拿走了二十六件 所以这里头我想 那宝庆寺塔上还有还剩下几件呢 他现在十几件 十几件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因为我当时十几 不是若干五六年前我看宝庆寺这题目的时候 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人都这样啊 就是你想港舱角三来买问宝庆寺 我不知道他以什么手段夺到的 应该是买的吧 应该肯定是花了钱的 他买走了二十六件 但是他只交付了波尔顿美术馆 交了一件 就是一件 十一面观音 波尔顿美术馆的一件 就是十一面观音下里最好的一件 确实他是把这个交给了波尔顿美术馆了 其他的二十五件他都带回东京去 就没有给波尔顿美术馆 所以我想他难道就是这个 这个还分两波 就是这个这个 就是 还是很爱博的是吧 对 我心里在想可能他可能就是 拿波尔顿拿着美国人的钱买了二十六件 其实他只是给了美国人一件而已 就是报销报了一件 另外二十五件其实后来都放在就是他的随生的一个弟子 就是他在东京美术馆的一个学生 对早期耿吉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又把自己一个亲戚还是谁嫁给他 所以两个人是有亲戚关系 就把这二十五件都放在早期家里 早期后来在横滨有一个园子 就就就放在那个园子 还有些又卖给了那个横滨的原家 就是那些日本的大的这个collector 有些后来又卖给了这个福利尔什么的 就是就是就是 那都是1906年以后隔了若干年 有早期卖出来的 所以这里头的事情 但主要最多应该还是在东京国历吧 以后这些东西后来又都主要是原家卷出来的 就现在在东京国历还有在奈良国历 还有在大阪国历 好像三个国历博物馆里都有 当然东京国历是最多的 最多的 对他有一整整一排 我记得 对大概有十几件 都是那三尊像 浮雕三尊像 还有两件十一面关系 十一面 对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七 看十一面关系有七件吗 就是波罗顿美术馆现在有一件 然后东京国历博物馆有两件 然后福利尔美术馆有两件 然后奈良国历博物馆有一件 还有怎么样 那还有一件跑哪去了 还有一件好像我 我自己没有查到这个确切收在什么 不在西安是吧 西安也没有十一面关系了 对对对 但是这件的图像是有的 我是从那个喜龙人的 Seren的那本 就是中国四到十四十五世纪的中国雕塑 它有图板 当时还在横冰的那个原家 这是私人collecting 现在不知道这件在哪 可能还在私人手里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就相当于像这个 像那个天龙山这种东西 又散落在这个各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个 中国的一系列的一个东西 那这样说起来 就是说那个港舱决山或者港舱天心 他就说那时候替这个美国这个博物馆收集了很多中国文物 那你刚才讲到那些天平时代的日本照相是他收的吗 应该是费德罗莎收的 应该是费德罗莎 就是对日本的那些东西就已经 虽然以后波罗顿还有不断有日本的东西收藏 但都是那些美国那些藏家捐出来 而不是他们自己去收的 他们主要都在做这个收藏中国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一个 但是因为港舱这个人 因为我相信他的汉语的话 应该他的这个阅读能力和写的能力应该都是很强 说不一定会说 所以他在中国的当时他在中国游历嘛 对和中国那些士大夫呀 或者是不叫士大夫了 就是那些知识分子高层的 还是有相当的这个交往的 现在就是在波罗顿美术馆 对还挂了一幅就是1912年这个 这谁呀 吴昌术写给这个港舱 就是写给波罗顿美术馆 给他们提了一块大匾吧 就写的叫鱼骨为图那么四个字 现在还挂在那个展厅里 当时就是应港舱的邀请吴昌朔写的 还写了很多很好的话 就意思就是说 哎呀这个听说这个波罗顿美术馆 也藏了好多中国的东西啊 这个哎呀这个看来这个鱼骨为图 就是好骨的这个心思 喜欢骨的这个心思 中外接染 大概就是这个 武昌说的这个 主要意思就是 就是在那 我想这个那时候 日本人跟中国人的这个交流 基本他们叫做手谈嘛 就是靠写字来互相之间来这个 因为好像古汉语可能都是相通的 所以就靠写字跟这个中国的文人 士大夫之类的都可以有 我觉得应该交流起来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 所以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波罗顿美术馆 整个中国部的curator 就是策展人的这个脉络 都可以稍微理一下 就是从费奈罗沙以后 费奈罗沙接替费奈罗沙的人 叫Lodge 就是乐齐这么个人 对Lodge 这个人以后呢 他在1920年的 Oh sorry 就是费奈罗沙港舱天心 然后是Lodge Lodge以后去了弗利尔美术馆 当主任去了 所以Lodge这个位子就 由那个富田姓次郎 就是港舱的一个学生 接任 然后富田姓次郎 一直干到1960年代退休 干了50多年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叫方腾 是个美国人了 然后曾县七 后来是武童 方腾好像是 是不是美国人 不是荷兰人 可能是个女的吧 好像还是谁 男的吧 是叫杨 就是他那个名字 是那个很常见的 荷兰人的那个名字 J-A-N OK OK 对 是 杨什么什么 对 对 方腾 然后曾县七 然后武童 现在就是 我们刚刚节目开始提到 那个Nancy Berliner 就是白灵案 白灵案 对 这个再简单 结果你回顾一下 就这些人 他其实还是收 陆续就是说 当然港舱天心 达到了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高度 后来那个就是 那个乐琪 乐琪最有名的一个收藏 就是他那时候 收了一副 就是陈荣的那个九龙图 陈荣的九龙图 对 这个现在应该在博物馆 在展出吧 应该 对 对 在展出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刚才就古村 也总结了一下 就是波士顿美术馆 当然了 一个是中国的古代绘画 这个呢 因为受 因为他们 受日本人 因为 就是帮博物馆 收的都是日本人 或者是费奈罗萨 这样的受了 日本文化影响的人 所以他当时 主要是以收 人物化和佛道化 这两类为主的 这是波士顿美术馆 这个藏的这个古画 这个最大的特色 另外一个就是 收的一些中国的这些 北朝和唐代的一些时刻 尤其是以佛教为题材 还有甚至还有 可以简单提一下 港昌还收了一批 随唐时代的道教 道教像碑 这也是挺挺挺少的 这个现在国内 其实留的非常少 嗯 对 我好像有印象 对对对 什么道教三尊像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估计也是港昌在西安附近收的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波罗顿美术馆 其实以后吧 就是陆续也有收 但是就是他收藏 中国的黄金时代 就几乎在港昌 或者在福田姓次郎 早期以后呢 其实就结束了 以后 其实他们主要也是在波罗顿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福田姓次郎 以后又经常和卢秦斋 什么大大交道呀 甚至到1950年代 还和那个Frank Carroll的 那个CT鲁的那个 就他们一直也在 买吧 但是黄金时代就已经在到了 我觉得到了港昌以后 就已经 就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 因为这个 即使以后像Ross 把自己的 那么多的好东西捐出来 但Ross的Collect的时间 也是在1880年代 1890年代和1910年代早期 对 大概就是 他们是同时代的人 就菲诺洛萨 这几个人是同时代的 对 因为那时候 正好是中国这个文物外流 最厉害的一段 这个阶段 就是大概从清朝晚期到 南京政府建立以前 这样一段时间 可能是 所以 这就是波罗顿美术馆的 中国收藏和美国 其他博物馆的中国收藏 有了一个巨大的区别 就是 等波罗顿美术馆收完了以后 大概到了1910年代 美国的一些其他博物馆 才开始注重收中国的东西 就是 就像大作会 比如像冰大的博物馆 比如说纳尔逊 克里夫来 那么就更晚了 大概就是这么 对 那那个 其实那个 它的馆藏的这个东西的Object 它这些Object的性质 一些特色 所以都很不一样 所以这也是我们去 波罗顿美术馆 必须要注意到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对 其实你从策展人的这个脉络 看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你要是从藏家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戴曼罗斯是一个 真的是还是举足轻重的 在整个波罗顿美术馆的东亚收藏 就是它的 我其实有一个挺好奇的事情 就是因为它那么早 它等于是在西方是最早的 基本上 就是收藏 比如说中国的书画 你像它也有几个名 就是这种剧记 就是它收藏的 像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什么 北齐教书图 是吧 对 然后那个历代帝王像 历代帝王像 对啊 这个 你就说 它的这个收藏水平还是蛮高的 这是它怎么做到的 也挺厉害的 因为它本身 虽然是一个 也许就是算是一个艺术史教授吧 但它可能之前也并没有真的接触过 而且你想 你想看 那个时候 西方人接触这些画是很难的 他们没有博物馆可看的 他们怎么去 去去去去去 去鉴赏 或者去挑选 去鉴定 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我觉得 就对这些开先河的人来说 对 他们其实是超越了他们那个时代的 这个普通人的西方人的水平 我觉得 怎么说 为什么我们刚节目一开始聊了那么多 非纳罗莎 其实他们都是受了非纳罗莎的影响 包括那个 那个 本人森 就那个 本人森 就是这个 本人森 对 他们都是受到了这个非纳罗莎的这个 这个 包括弗利尔 这个 所以就说得有高餐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不是也跟这个 一个当然跟高餐有关系 还有 我觉得是不是也有些运气的因素在里面 比方我讲 就是说那个弗利尔一开始也收了很多 所谓的这个 送源的画 后来证明那些画基本都是 都是 弗利尔 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 运气只是一方面 因为弗利尔 到了一九零几年才认识非纳罗莎 那个时候 很多东西就已经开始不对劲了 就是 开始有 forgery这些东西就是比较多了 其实是这样 对啊 你包括在远点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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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非纳罗莎他收的中国的这个古话 还有包括这个 Demon Ross 他其实是从日本渠道 就是日本 tradition的 就是传统历史上收的这些东西 这个就很不一样了 这个和以后直接在中国的这个古董市场上 收的 这个就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那你说像这个 北齐教书图 也是从日本过去的吗 因为其实有一点遗憾 就是我们这是对波士顿博物馆的一个小批评 这个为了做这次节目 我昨天又看了一下波士顿博物馆的官网 我发现这官网已经好多年没有更新了 从互联网兴起的时候 就是那样现在还是那个样的这个不知道这个这个所以从他官网上得到的这个信息真的是很少 要这个得到许多信息的话也只有通过他的一些publication或者就到他的这个library或者档案去去查 但是这方面这个大都会就做的特别好大都会你能查到官网上能查到很多很多详细的这个信息 这个波士顿几乎有的就是你连object都查不到这个非常的遗憾的这个这个事情 对我我其实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包括港舱天心本人他也都吐槽过这件事情 因为他你看像你你刚才说如果是从日本收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有渠道至少有一些现成的渠道 比如他可以去寺院里找啊什么的 对对他到中国来考察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郁闷 他说他虽然看了一圈啊然后他也试图去找一些那个去收购吧 然后他发现这个没有真正没有特别现成的渠道 因为首先没有博物馆 其次中国的寺院就是跟日本的寺院的情形大不一样 因为在中国佛教已经很衰落 然后寺院就破破烂烂的那个没有特别像样的东西 其实说实在或者他当时他其实也并不是特别识货 或者说容易去到的地方没有特别好的东西 然后藏家呢很难让你看到对吧 你想一个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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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槽这件事 他说如果去藏家那看画首先很难获得信任 其次看画的流程是那个坐那喝茶喝酒聊天聊一下午 最后让你看个一两张 说这样的话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中国绘画的全貌呢 我才能建立一这样的一个认识呢 然后才能去做出一些判断了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经常忘记这件事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图路有博物馆 他们那时候什么也没有其实 对所以他们当时像Finalosa也好 Diamond Ross也好 他们其实就受到了日本的一个什么影响了 就是日本人当时这个收藏界最推崇的 特别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绘画界了 就是说Collector 最推崇的其实还不是唐 其实他们最推崇的是宋 是李公林那一派的 就是完全不是我们苏式这个文人化的 这个以后的文人化传统 而他们推崇这个李公林这些 就是说白苗的这些这些人物化 这是他们最最觉得是最高境界的这个中国艺术 对 所以这个以后他们其实着力 尤其是弗利尔接受了这个观点很深很深 所以他着力的收了好多这样的东西 但是最后证明 因为他是在中国这个一手收的 这个最后证明好多其实都 都不是特别靠谱 所以吃了药了 对对 到了以后到了1930年代 史克门他们的认识那就不一样 他们对这个中国宋代的这些山水化 特别尤其是文人化 他们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境界 所以他们就开始 就是华尔纳和史克门他们 然后他们就开始搞这些宋代的这个山水化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这个绘画收藏 就是波罗顿有什么 大家都会有什么 纳尔逊有什么 以后克里夫兰有什么 这个特色都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还是挺有意思 不过这个讲这个 你提到史克门 其实你知道史克门是谁的学生吗 兰德华尔纳 不他也是戴曼罗斯的学生 OK 他在哈佛的时候就是跟着戴曼罗斯上 学这个艺术史的 I see 这些人还都是一个圈子里 都是雷 都是哈佛帮 对 不过这个我再提就其实也是美国人在吃药的过程中 就逐渐的梳理出了中国绘画的一个脉络 其实好多反过来 中国人其实那时候也不清楚 包括你看那庞来臣那个 那个时候收集好多话 他那时候 他那时候也是乱表什么 这是糖 那是宋什么的 好多其实证明也是 也是胡乱的这么多 真正把脉络理出来 其实从美术史的角度其实也是西方人在逐渐的总结的过程中把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我觉得博物馆确实很重要 博物馆和图路 因为中国人的藏家当年也是跟就是港舱天心吐槽的那个状况没什么区别的 他们也只能看到冰山一角 就是藏家之间互相换来换去的 对而且他们也不 尤其对高古化他们也没有鉴赏能力 就是说对吧 哪个是宋的 有注录嘛 对对对 最多看到一些注录嘛 不可能看到那个大量的元件其实 对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乾隆的这个太那个desperate了 把这个好东西基本上都进了内府了 一般人其实也看不到 所以如果如果以后不是内府散出来了以后 我们对中国话的这个了解真的是 尤其西方人包括西方人在内了 还是没有没有那么那个深刻的 确实 对 所以事情确实靠 其实我觉得古总你刚才说这个其实挺重要 就是说美国人在吃药的过程中 其实也帮助中国人梳理了一下是吧 对 他们做的这贡献 其实并不是说就是跟在中国人后面做了这件事情 他们可能就是平行的做了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这个只说吃药 其实这个讲到吃药很有意思 这个有一年我去波尔顿 波尔顿美术馆正好举办一个展览 展览的大名就叫张大千 一个杰出的作家者 那个 对就是好像他是福田姓次郎 对福田姓次郎吃了药了 对买了买了几张画 买了两幅画 一个是买了一个就是说那个 就是说是宣后称菩萨 宣后画 一个是这个宣后称菩萨是敦煌的 还有一个呢 说是在宣后画部里注录 这关童的一幅 唯一的一幅什么作品 完了这个 关童的 关童的 完了那个 完了那个这个 这个是那个福田姓次郎 像那个Frank Carroll 还有这个卢物公司什么张大千本人 还把那个跟张大千的这个整个的书信 都贴出来的 就是那个 那个关童的那一幅是 我想想看 我相信哪一幅的哪一幅 就是一幅是Frank Carroll卖出来的 一幅是张大千自己卖出来的 对 完了那个 后来因为到了九十八九十年代 他们对这个画做了这个化学分析 发现这里面颜料不是这个老的 是这个近代的颜料 所以才认为这画应该是张大千作为的 张大千挺逗的 张大千作为 还腰上乌乌翻什么这些人 完了在上面大家在写 他们都是一起做局的 包括我知道那个什么徐悲鸿都是 他们都都在一起做局的 挺懂 反正就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当然现在讲起来都成了这个啊 这个文人之间的这个高雅 哪怕张大千仿照的 那现在也是估计比原作可能还值钱 那都有可能 因为张大千动辄都是上亿的上亿的 但这话说回来 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就说 这个作为好 张大千认为我就是玩了个小tricks 蒙了你就蒙了你 并没有觉得这事情是一个好像 这个好像是是是是是不好的事情 那样 这个但是他不想到他这样做 这个为这个美国人这个写 这个中国绘画 美术史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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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伤脑筋了 就就就就 因为这个东西 为什么 其实这件事情不就扯到了这个高基翰批评的西岸图吗 这个高基翰就formally believe 这是你们这些人搞出来的 不是啊 我我有我有一个不同的意见啊 就是说虽然你说好像 只是影响了艺术史的写作 但是我觉得买家 当然心里是低血的 那毕竟花了真金白银的 让我联想到什么 你知道我联想到 这可能虽然不是特别恰当 最近什么女大学生 被人骗去了钱 然后立刻就心脏病 心脏病复发就死了 不是晕了 这你说你要张大千 给人卖了假话 要知道人家也死了 那你说这 你张大千就没那么疯雅了 我觉得这事人品还是 确实人品有问题 张大千的确是那个 因为现在说资料 包括有人揭露张大千 在敦煌临摹的时候 就肆意的破坏敦煌的壁画 就为了想看下面的东西 就把上面的东西 就给扒拉掉什么的 还有那时候讲到 说张大千生活很奢华 张大千好多时候 都是chart飞机 飞到什么地方去吃个东西 再怎么样 就是说他那时候的生活 是完全是一种 就是说就要 要很多费用来支持 所以他那时候 就是买了好多 那时候他那个 卖给那个波尔顿美术馆 那幅画 好像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张大千索要五万美元 完了那个 完了波尔顿 完了那个 波尔顿和来那个 还挺很 很恭敬的写这个信给你 张大千 说经过我们的这个 董事会的讨论 我们同意接受这个价格 这个五万美元 马上给你汇过去请你怎么怎么样 就是反正就是那 古兔你还记得吗 当那个信迁 波尔顿都呼应出来 贴在那个 原件就贴在那个 那个gallery里了 张大千当时住在 那个华尔道夫的 那个旅馆里 然后 那个房间 对什么这样的 张大千的生活是相当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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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现在来说 是奢华的一种 一种生活 所以他是靠这个做下来 但他 张大千我觉得一直不认为 因为有一个传说嘛 就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是就说 是美国是一个谁 开了个单子 把这些话列在上头 完了给了张大千的女儿 那时候张大千可能在台湾 已经快要弥留了 还快要快要不行了 就说给他女儿说 说趁你父亲还还在世的时候 让他在死以前 能不能把这个单子看一遍 勾一勾哪些是他自己画的 哪些这个 这个帮我们 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这不然美术史太太好烦了 结果后来说 致死张大千也没在 单子上写一个字 这就是 这就是 但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张大千这个的确也是 他当然是一个非常 杰出的书画奇才 但在给中国美术史 的确也是创造了很多的 这个无头公案在上面 但是呢 就是说有一点遗憾呢 就是说可能也和这个美国博物馆的这个大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吧 就波罗顿美术馆虽然藏了那么多好的中国的东西 但是可以说直到这个Nancy Blinner 就是白林安他这个就职以前这个博物馆的展馆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几十来年了 至少我从我个人的经历就没有怎么变动过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最遗憾的 既然他没有 既然波罗顿美术馆没有一个专门成列和展览中国绘画的一个专门的展厅 这是最让人这个觉得遗憾的事情 对 以前就没有长展 因为那个绘画确实 不过不过绘画确实也不宜拿出来长期展出吧 这各个各馆都是这样吧 但是至少大都会现在就有五个专门展中国绘画的Gallery啊 这个波罗顿居然一个都没有 这个哎呀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遗憾 因为波罗顿大都会 他也是有点学故宫 就说他是轮流 轮展 轮展 这样的 而且他因为现在藏品多 他还有些专题什么明代文人画呀 明代侍女画呀 明代山水画呀 他经常有这些主题 把它这些东西拿出来来展览 因为这很重要 但的确是波罗顿这方面 的确因为经费的原因也好 因为什么原因也好 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些有名的这些绘画 基本上都很难得一见真容 就是在这儿 对 所以上次在上海见到还确实是一个非常 已经是很难得的 很难得 看见导炼图 对 那个五色鸳鸯拿到上海 没有 这我不太 五色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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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还有那个 九龙图也有啊 对 九龙图也有 还是拿了些这个 除了帝王图 只有Daman Ross的 只有Ross的一些东西都没拿 对 北齐教书图什么都没有 对 其实说到这个 咱们刚才讲壁画讲对 其实还要用点生涯的时间 在讲 比方说波顿美术馆 还有一个雕塑里面 就是那个 就是 剧传出自这个安阳的 这个 不是 出自安阳的那套 那个就是那个 显 就是那个苏特人的 那个棺床的 那个 那个 应该叫什么 石棺的那个 石棺床 背板 对 背板 这也是相当 这个 应该 我印象中应该 这是西方这个博物馆里面 好像 就是很早就把这个东西拿出 因为 现在有据可查 也好几个博物馆都有 比方 这个也是跟欧洲的 有一个博物馆 是汉堡吧 还是 是一套分成两部分 这个 其实这个石棺床 现在已经是个显学 那么大家都在研究 但是当时在 二三十年代 这个应该也是 Ross的collection 就是当时 是从安阳的一个 因为现在也不知道 是哪个墓葬了 但是有人怀疑 可能是北齐的一个 一个大墓 这个 然后出土了以后 然后古董商 我不知道 I'm not sure 是不是CT炉了 但是当时 就是也是拆开卖了 就是波罗顿拿了两块板 吉美拿了两块板 然后前面的那个 就是 雀的那个形式的东西 是在德国科隆 科隆 对 科隆 对 就分成了好几个地方 对 挺遗憾 那这个 这个是 是最早的一批 这个就等于是 苏特人的东西 对 因为他有很 仙教的图像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 对 完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宁茂 宁茂石 宁茂石官 宁茂石 宁茂石锅 石锅 石锅 应该叫石锅 因为不是还是有争议吗 就是他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 是锅还是 对 也许 就是因为 现在可能很多人认为 其实是祠堂嘛 包括乌宏 他们原来 乌宏是一开始认为是祠堂 后来又改了 就改成了 可能是藏剧 因为如果是石室的话 就是站在地面上了 对对对 还有人 甚至 甚至有人把宁茂 这两字的试图也不一样 有的好像我记得 是孙姬还是 宁茂什么 对 宁茂 对对对 但咱们现在还全体以宁茂石室来 它里面献刻图 什么 这个也是等于是在中国的 这个雕刻史上 也是占有很重要一个地位的 因为这件石室是非常了不起 因为他有提及 而且是明确的记载了 他就是北魏 当时直接负责降座的一个人的 这个墓葬的这么一个 这么实实 还好 石锅也好 他也有墓质 墓质一起涂土的 对 所以特别靠谱 对特别靠谱 他的图像上 就是在洛阳的那个 就离金村很近的地方 对对对 是是 然后山中商会给卖 又卖到了 卖给这个 卖到 对 完了 还就是那个 所以为什么后来到了1940年代 有人在批评那个纳尔逊的那个孝子官吗 因为觉得是 因为宁茂是是毫无疑问 肯定是代表了这个 最高的当时的这个 工艺和这个线客水平了 而这个孝子时官 这个简直是比他还要完美 还要在图像上根本就是 就是完美无缺 所以有人怀疑是假的 也有人认为 也有人认为 那个宁茂诗诗是假的 也有人认为 是吗 这个我 说他不够 就是说他太糙了 说他不够 在这互相之间 比起那个 比起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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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孝子时官 实在是有点糙 但是 哇 那个要说他是假 我觉得 我也不 我觉得可能那个更真 因为那孝子时官 实在too good to be true 是是是 那这是一个这个插曲吧 但是至少这个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为子刊写文章 特别是采访的这个 刚刚就任 Boston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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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ator 中国部的这个 Curator 这个白灵安嘛 这个聊了一下 还觉得挺有 挺有意思 他当时就有一个远景嘛 他说 他当然会尽量争取以后 会做一个这个 成立中国绘画的一个 专 专门展厅 但是现在 so far看起来这么多年 过去了 还还遥遥无期的 但是他毕竟实现了一个 就是他 最近搞了一个新的一个 就是那个 那个 宋代艺术展 对对 那是场展吗 那也不是吧 已经变场展了 已经变场展了 就是那我如果明年去的话 能看到吗 肯定在 我觉得是肯定在 应该不是临展的样子 就是场展的样子 那可是他有那个几幅绘画都在展啊 是吧 对他这样就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他可以把他的馆藏里的一些送画 可以至少一个rotation 这个这个rotation嘛 就是可以轮流展嘛 现在他这个展厅里 目前正在展的就是成龙的这个武龙图 还有周济常和林廷贵的其实是Ross collection里的这个两幅这个罗汉像 然后在他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放了一个其实还挺挺不错的 放了一个宋代的一个大的木雕观音像这个水月观音 然后这个像当时我看挺激动的 因为这个只是以前在图册里见过 从来没有拿出来展过 这次脱这个白林安白林安的符吧 这个把它拿出来 也是修复了好长时间是吧 对对的对的 是的 然后拿出来展这个这个细节啊体量都看得很清楚 波尔的美术馆那个有好东西不展的 还那个异线罗汉他也有一个 他也就是因为头有损嘛 头对对对对 所以然后还有还有他这个宋展里 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他放了一些宋词嘛 这个那个这个肯定要展的 还有一些宋代的 有两尊宋代的这个家住的罗像的这个头 罗汉的头的头像 对对 这是他这个新的宋画 说到雕塑 其实那个刚才可能漏 我觉得有一幅有一个雕塑是要提一下的 还是就是有一个那个东魏的菩萨 还蛮这个的 这个这个咱们就卖一关子吧 因为这个这个下面咱们下一次节目会仔细聊聊 那那个菩萨像咱们现在先这个先暂时卖一关子 什么意思 是不是下一期是什么 我下一期 寻一寻踪 哦 OK 对咱们这个 你们是故意把它给 对 这是我故意的 这是我故意的 对 好吧 那卖一关子 不过我们我们其实应该以这个就是就是现在的菩萨 白莲安跟他所做的一些工作我们作为这个我们最后的这个部分 因为白莲安女士她实际上对这个中国的家具跟木构的东西有很多的研究 对吧 这个因为现在波伦顿美术馆有一个叫长期的临展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那个这个平居家气这个展 他是一个他实际上算是一个 因为他的展品都是 那太长时间 这个展 96年开展 96年开展 20年了 20年 但他这他一直叫他不说 因为他的产品都不归过不归他们这个博物馆所有嘛 他不能叫这是 不给拍照 所以不给拍照 也不给拍照 但是呢 这是一个长期的临展 他一直是做 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中国家具的一个展览 质量也非常高 这个大家应该是不容错 而且他也制造了一个环境来展出这些东西 就我觉得这很好 这个比这个国内 像上博那时候展出王世襄东西 也弄了一个这个什么书画的一个厅啊什么的 这样来展出 他也是这样 你说这个是白莲安册的展 对的 那白莲安当时还并没有 他以前是这个展 他是白莲安册 因为他一开始他这个展并不在这个 就是说 就是说他不在这个博物馆 但他是册着 他不是这个博物馆的curate 但他是这个展的curate 你明白了 明白了 那等于他现在这阴差阳错 正好又回到他策展的这个博物馆来了 当当主任来了 对 其实白莲安的背景啊 我们可以其实再简单介绍一下 他是1981年去中央美院留学的 是当时第一批这个美国来中国学习这个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批来中国学习中国艺术古代艺术的这么一个留学生 然后据白莲安自己介绍他当时在美院读书嘛 然后他们一帮中国学生 然后他当时还去听了这个像徐巴党徐邦达先生呀什么上课 还经常到故宫 然后还去了这个王世香呀去朱家境他们家里 好像据他说还是常客怎么样的 然后他还跟我们讲他最他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他当时买的第一件中国的这个老家具就是在东安市场买了一个那个凳子还是什么的 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反正还挺所以他当时就对中国的这个古古旧的木器非常的这个在意 所以这也是他的最大的这个应该在Curator史上的成就就是说他把这个安徽的英语堂整个买下来 完了那个在这个他当时当Curator的这个Pibot Museum把它整个附建起来 完了这行也是应该是在北美的这个博物馆也算是个大手笔啊 对吧前后前后花了一亿美元这个当然这一亿美元不是说只买 不不不一亿人民币一亿人民币 是清代清代的一个徽商的一个宅子是吧 对对说是他说的很传奇就是他正好是呃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十一的时候travel到这个村子 完了正好这个村子是姓湖还姓什么一家人正好在十一的时候放假的时候聚集在一起 在讨论这个宅子的这个去留问题 完了他怎么就正好完了英国off了完了就把这个宅子卖到了这个这个美国完了再怎么样 但这个就是说这事也听起来也很有故事情节 但就说起码这个是中国好像也不允许这样的东西出口 他那时候反正还是属于这个呃赚那个这个政策的空子 好像现在是中国 那是哪一年就前也时间不长吧 应该九他说是九六年九几年九六年大概应该也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九十年代的事情 对对对对 完了最近这件事情又被拿出来吵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各种媒体上 对对对对的 这个当然这个在美国博物馆里面还是相当的这个轰动的 因为这也算是很大的一个手柄 整个一个房子 而且他呢作为一个专门的展厅 完了那个如果你参观那个东西的话是专门要预约 他也要控制一个一个控控制人数 对对对对好像每个小时三十人还是怎么样的 而且这个展其实社会效应这个非常非常的广 你你在波罗顿问到一个有有文化素养的一个人 都大家都知道这个 PBody的这么一个Chinese house 呃因为我们以前去波罗顿都有人向我们推荐说 哎呀说一定要去看看PBody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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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啊 英语堂什么的啊 这个说明非常影响很很大 嗯而且特别我我本人没去过 大家看那个图路就挺有意思 他他好像还有因为白莲安这些呃中这些学者吧 他还有很多的这个现代美术的一些概念在里面 包括什么呢 他在这个英语堂里面他还把那个就是说 那时候当初英语堂在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那些使用人放的什么自行车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他都也放到了这个好像英语堂了 这个现代的展览 就是他那个setting不是说想回回复到什么 复古啊 康前盛世这样的这种就 他好像就是有点这种好像现代美术的这种概念的东西 包括我看你现在做的这个 现在他不是在这个波罗顿美术馆的雕塑厅里面 不也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中间 就是他要放了一个放了一个鸽子龙 就是上海就是北京租市里那些就是窝居着的人的一个一个setting 其实这个我有点保留意见啊 因为他和他那个环境实在是太不相契合了 他就放在他的那个主展厅里的 因为他那个空间高嘛 然后就放了这么一个现代现代艺术的东西 鸽子龙是什么东西 就是窝居嘛 就是四合院这个很小的一个 不不不不就是 中国不由于说 中国我想是应该是上海吧 可能不是北京 亭子监啊 亭子监就是住在像鸽子龙一样的这个房子里的这个意思 然后他呢就找了一个 我忘了是作者是谁 就是一个现代的一个 搞现代艺术的这么一个人 在他的这个大展厅里布置了一个 就是像鸽子龙一样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小的木屋 还有爬梯子上去 然后就像那个那个那个鸽子龙 然后他是鼓励你每个参观者 你都可以去到这鸽子龙里去体验一下怎么样 就是就是完全就当代美术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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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在里面 对然后你我也爬上去 然后就正好俯瞰着下面的那个壁画 和下面那个这个观音那个北周观音啊什么的 反正就是那不是挺好的 那还让你有一个好的拍照的角度 但是他不让你带像 因为他你上去他还签一个字 就是你要免责协议 就是万一你摔了碰了什么 这和他没关系 这个你说到英语堂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角注啊 因为这个其实又回到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说这个不提到那个Cellum吗 其实这个博物馆就在Cellum 对 然后我觉得我要做的这个角注是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英语堂和刚才说的这个96年的这个平居假期的展览背后 是有一个大金主的 这也是一个想象有点八卦了 就是这个大金主呢 可能对财经比较熟的人应该会都听说过 就是美国的一个叫复达投资的这么一个基金 Fidelity Investments 然后他的老板叫做Edward Johnson三世 他创始人是他老爹吧 就是二世 然后那个反正无比有钱吧 可能什么这个福布斯什么排行榜上多少名的 然后这个就是在当今的波士顿美术馆和PBody SX Museum 背后的最大的金主都是他 所以刚才说的这个英语堂的这个这个白林安去收的这么这个清代的徽商的民居 买家其实就是这个Edward Johnson 然后现在他来赞助 对现在就是拥有者还是他自己了 就是他只是就是借展给这个PBody SX 就所以他这个所有拥有所有权都在这个人的手里 对然后这个平居假期的家具也都是这个人的 对然后他而且他不是只收这个就是中国艺术的 他就是有一个基金 反正每年大概投个四五千万这样 就是四五千万美金就是什么都收 然后收完了就基本上就长期借展给波士顿美术馆和这个PBody SX 我觉得其实其实其实叶边你觉得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当然美国有很多私人的美术馆 但是有很多人还是借助于把这些他们这些收藏东西都放在这些有名的这些美术馆里面展出 完了最后这些又都归了这有名美术馆作为一个永久的一个收藏 对对对对 你之前我们刚才说到那个Damon Ross其实也是类似这样 Damon Ross也是一个有钱人 你说起来他是什么这个哈佛的教授 他是祖上传下来的钱 然后他在波士顿有一个有一个酒店是他的 对他除了继承遗产以后 这个酒店的每年的收入就全部用来供他那个挥霍 各种买他他买了很多那个 他不光是买中国艺术他印度的就是波士顿美术馆的那个日本 对啊 波士顿美术馆有几个有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就是你上次你们说去印度去印度不是看那个阿占陀吗 阿占陀我上次提到就是阿占陀有一个就是唯一一件壁画的残片 就流出印度的就在波士顿美术馆就是Damon Ross收的 Damon Ross还收了桑琪的那个大塔上的那个一个亚克斯 就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夜叉要叉女 要叉女对在波士顿美术馆也是他收的 还有那个巴尔胡特的大塔 就是反正比较重要的几个那个就是他确实实货可能我觉得是一个 所以但一个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真有对比就一个实货 一个而且是不是这个财力也比较大就不是说对不是 我觉得对啊这个东西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实货 对吧我觉得收藏啊作为一个大藏家成功的藏家 一个当然你有一个好的时机对吧 你得有东西available第二个是实货第三个有高餐 不是第二个有高餐第三个我觉得还要有本人的这个美术素养 就是对这个艺术的素养这个我觉得是是完全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你即使有高材你本人的这个眼光 不行对对一些艺术的一些抽象的这种概念或者是审美的 这个角度不行那你也是收不到好东西的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戴曼罗斯这个他之所以能有这种成就 他他收的东西都这么好还是跟他自己是一个艺术 本身是艺术家是有关系的他好像在这个他是在 他是在美国去鼓吹那个工艺美术运动的 就是John Ruskin的那个工艺美术运动 他是有一套整个有一套艺术理念嘛 就是他对艺术品的鉴赏我觉得肯定是属于一般的 这个藏家是不能锁不能及的应该是 反正我觉得这个其实其实有时候真的 咱们因为时间有限今天 其实聊聊这些美国的这收藏家的这些背景啊 也是各种各样就说但前大起初肯定是第一条了 但也不完全都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的收藏他心路立场 他为什么会收藏东西成为了博物馆的经典 因为我想这话大家也可以想到时下 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玩收藏的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咱们有时间也可以再聊聊 这为什么人家这东西完了成了经典 咱们这次成了笑话 古村老师又又有感 对啊 成功的 我觉得是高 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是超越那个时代的 时代的这个人 他们像他们在那个时代像什么 在咱们举的举举点别的名字吧 什么摩根什么什么那个洛克菲勒 他们都收藏什么东西 大花瓶子 大瓷人 就那种清爽这些东西 这个花了好多钱呢 这也美国一样有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谈的像丹文罗斯呀 像这个这个温索普呀 这些人都是怎么说呢 都是 他们应该也有代理人吧 可能时代也也许不太一样了 可能是不是 那你说洛克菲勒完全就是 洛克菲勒三世说的东西也不是很差 洛克菲勒三世 有好东西 当然有好东西 当然现在三代瓷器那多好呀 但是你想那洛克菲勒总体的 你一看上去那个花里胡哨那样 你think it about it 对吧 我觉得代理人可能还是挺重要的 叶边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次这个九月份十月份 纽约会有一个盛世大拍卖 一般是九月份 你知道这次什么 这次是大都会把东西拿出来拍卖 大都会拿大都会拿出了500多件瓷器准备拍卖 因为大都会这些这些东西是redundant的 他不要 对对对 拿着这里面 我觉得可以这样干 四季市可以卖掉一些 拿着那个 都是什么重复的是吧 重复对 他都会他们逃换 他们就说这个也挺多 他美术馆是可以 我想这个中国任何一个国立博物馆 不可能说把东西拿出来拍卖 这个美国是可以 他就说他把这些东西逃换掉 拿了钱以后可以买更多 但是大都会的张传是规定 就是你卖可以 但是你卖来的钱还是要买新的艺术品 不是说是给你造房子 或者是干其他事 或者分了大家就 对对 那不可能 这个non-profit怎么可能 对但是你说到 我还是想最后就是扯一个那个 就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代理人的问题 就是你必须 你要不自己特别懂像Diamond Ross这样 要么可能你要得有一个特别好的行家帮你挑 所以刚才我们之前做节目之前 我跟那个你们俩咱们聊 这个就是其实在波士顿美术馆 隔壁其实 有一个在波士顿特别好的美术馆 其实这样说的话 波士顿地区好的美术馆真的很多 我们都没提到哈佛的那个 福格 对吧 以前叫福格 现在就是不是就改 就直接就叫哈佛艺术馆 对 但其实还是一个馆挂三块 就是三个米 但是其实就是一回事 对 那也是非常好的馆 可能将来你们也会 那个应该是这个大学博物馆里面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 然后我要说的这个是其实叫 叫 Gartner Museum 是也是一个女妇婆了 就是波士顿地区比较 那个 其实跟菲特罗萨那个同时代的一个女妇婆 他就是是收 他主要收文艺复兴会绘画的 然后他找的那个 给他找做代理人的 就是咱们之前刚才提到的 就是他们一块去看大德寺 五百罗汉的那个 那个Bernard Berenson 他是一个 他其实他本人是一个文艺复兴会画的 那个顶级的权威 他的著作到现在还是就是做文艺复兴艺术研究的 一个那个权威著作吧 就他帮他挑的画 然后他大概有六七十幅 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文艺复兴的绘画 意大利的还有包括其他像北方的文艺复兴的画 哪个六七十幅非常经典 又就有特别大名头的 这个他的这个意大利绘画的水平 波斯特美术馆都赶不上 其实对 所以我觉得代理人是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能找到这么一个人 就是顶级的 在当时是顶级代理人了 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听了夜边这个 我能想到就是说 在美国的博物馆的curator 他们真是肩负了很多的这个角色 第一个他们当然是博物馆的curator 为博物馆策展 为博物馆做这个keeping这个保管的工作 或者研究的工作 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这个收藏圈里 这个广结人脉啊 是 像Finalosa 像比如说我们大家有说能像 像Finalosa对吧 像这个史克文 像Sherman Lee 像芳文 其实他们都是大藏家的顾问 对 但是这个就反过来以后 这个若干年以后 他们又把这些东西又从这些藏家手里 又把它吸回这个博物馆来 这倒形成了一个良性型化 对 就是你讲到的代理人制度是这样 我了解 我觉得他们美国的这些藏家 他们一般不收来路不明的东西 他们一般都是一个是代理人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一般买东西 都是从大古董商或者市场拍卖会 没错 这很重要的 他们不是说 谁玩敲门拿个布袋子给你点东西 不是这样的 这个他们绝对不干这种事情 他们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这些收藏家的藏品 你去查都是来源很轻 就流传 就是咱们讲的流传有序的东西 他们对这种Provenance是非常重视的 其实 对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相比之下 就国内有些东西 你说这东西什么来了原情话 这哪来的 一说就语言不详 这哪来的 这是 以前的中国的藏家也很重视这件事 是吧 流传有序 现在中国乱套了 就是你现在这个不图筷子 老实说你对现状有各种 不不这个我觉得有点这个 因为最近的新闻实在太多了 让我这个觉得这个有点反差太大了 就是这个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你一起牟利 我觉得都无可厚非 但问题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 把这个整个的 好多这个是非观啊 什么历史啊 都要改写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影响就不太好了 相对来说 我觉得美国的这些收藏家 他我觉得第一 他非常尊重历史 他非常尊重这些这个圈内的这个大家公认的这些东西 不是说挑战这个圈内的这知识 人愣说比方这是明代没有这些东西 他愣说明代有这些东西 那不就是挑战这个历史 这是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收藏家是不做这个 这个其实可能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国在玩收藏的这些人 是还是在牟利嘛 对 而那个你像刚才说的这些人 这个这个Gardner Museum 这个富婆 她叫Isabella Gardner 他们这些人包括什么Diamond Rounds 他们不是在牟利 显然不是 他们已经是说 这个牟利这件事情已经超越了 我可以不想这件事了 而且他们有一个 对 而且他们这个东西最后 他们是要把这些东西都回馈给社会了 就是说回馈到 他也有这个就是财务上的一些考虑 但是他更多的是说我财富管理 是吧 我既然有这么大一笔钱 我怎么办 我不能让他那个随便就把我税一下扣了多少 对 这是很正常 这些后面 中国现在这些根本就不是 他是不是在牟利 就是钱没赚够 把他拿当大蒜 当这个股票 当房子 当做这些东西来炒 就是看谁是接盘侠 然后谁接了盘 他就把钱挣到了 就跑了 就这种 其实他们都还是在炒作 就是中国人一直是 还是穷 其实我觉得 对吧 这是硬道理可能 好吧 那我们这一期的陛下官就到此结束 感谢收听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泛永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在 陛下官.com 可以找到和每期节目内容有关的链接 供大家按图所记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知乎专栏关注陛下官 我们非常欢迎您以各种形式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反馈 如果您喜欢发邮件 我们的邮箱是 陛下官 at ipn.li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官的会员 每月五美元 支持我们将陛下官贯彻到底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 陛下官.com 斜杠 member 同时也欢迎收听 IPN播客网络旗下其他的节目 一天世界 未知到 博物质 内核恐慌 太一来了 流行通信 时尚怪物 映影像 无次元和选美 我们下周见